严格讲起岳飞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出身北宋的正规矩 后来被中泽收入帐下之后 升格为正规矩 最后岳飞才20出头 岳飞以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为理由 强袭猛进 最后在宋高中 12道金牌 强制下令之下 就将岳飞召回 也让岳飞北伐就功亏一篑 简单说岳飞就变成 多方势力 不同立场与不同利益之下 的一个障碍 在各方的政治盘算 跟妥协之下 再加上宋朝的祖训 对军人的不信任 让他陷入最后悲剧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me He's a group 欢迎收看今天的 呼来座谈节目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 最近中国大陆非常夯的议题 是一部电影叫做满江红 它取自南宋抗金名将 岳飞的满江红 正确词 怒法冲冠平南处 这一个充满着热血 最后以身报国的岳飞 然而这个故事非常有趣 它其实是在岳飞身后 可是岳飞的生前 非常的精彩 可以说他一人之力 再加上当时的其他几个名将 让整个南宋朝廷转为为安 挡住了经朝的铁蹄 也因此中国进入了另外一个时期 没有被称为南北朝的南北朝 那也改变了中国的一个格局 另外南宋的政治 也在稳定之后 要来组合的时候 岳飞又成为这个牺牲品 可以说大宋三百年 围杀一大成的说法 就是岳飞身上 这个为了国家献出热血鲜血 最后连生命都赔进去的男人 他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呢 今天后来座谈历史讲堂 大任私人系列我们要来找谁来谈的 当然来找我们的王丽保老师 来跟大家谈 来聊聊岳飞的故事 首先有一个问题来提出 就是说满江红到底在演什么 是不是可以更简单讲一下 好这个电影我后来有去看了 这个电影在春节党的时候 是非常夯的一部电影 跟《流浪地球2》 票房在大陆各地都很火热 那这部电影出来之后也有在大陆 各大路口网站上面也引起了一阵的讨论 有人认为他很精彩 有人认为他是消费的古人 这个电影其实主要在讲什么 在讲他是用文学手法来说 就是所谓的架空历史 他主要是在描述 就是岳飞被害死之后的四年 当时的这个南宋的这个宰相清快 又试图想要勾结北方的金人 出卖国家的地方 暗中跟金人勾结这样的情况 可是前岳家军 就是岳飞的部下 据说有几个人 他们就用各种身份 在岳飞死后的这几年 逐渐的混进了 勤快集团的周围 事迹要暗杀勤快 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 其实他整个片子 就只有发生在一个晚上 一夜之间这样的一个故事而已 所以他的节奏非常的明快 然后故事也相当的紧张 有托里底 有悬疑 有非常血腥的地方 但里面也充满着民族的大义 国家的忠诚 可以说就在几个小人物的身上 又把当年这个岳飞的这一段 可以说千古叹息 的这样一段历史 又在这部电影里面 得到了一些发人之深思 深省的地方 刚刚那个学弟讲得非常好 两宋立国三百多年 南宋北宋加起来 大概差不多三百三十年的时间 近来三百多年 这个号称最礼遇世代夫 对大臣最礼遇的一个王朝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个其实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 两宋三百多年的确对大臣 是特别礼遇的 唯一杀掉的一个大臣是谁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岳飞 岳五目 岳俄王 他有很多不同的封号 那为什么会这样 岳飞功高盖世 战功标比 国外研究中国军事史 有人认为岳飞是中国 从南宋已降八九百年间 最杰出的军事天才 他十六岁从军入伍 号称一生大小数百战 从无败机 这不容易各位 我们知道北宋 这个两宋时期因为武力不振 当时两宋是 宋朝也创了一个记录 南宋北宋的皇帝 最后都是被外族给抓走了 这两宋最后的结局都一样 就是国都被攻破 然后皇帝被抓走 这样一个时代本性之下 这个岳飞竟然是 一个军事天才般的存在 而且他文武双全 今天要留下岳武募集 这个各图书馆都有的 像那个满江红 是我们读书的时候必读的 另外我念初中的时候 还读过那个两马队 就是他跟宋高中的对话 这个岳飞的文采武略 跟他写的书法诗词 即使用纯文学的角度来看 都是属于第一流的作品 所以岳飞是一个非常特殊 非常奇特 在这种南北宋的交接的情况之下 他既保住了南宋的江山 而且他又不断的 试图展现出他要收复中原 他最常讲的两句豪情壮语 大家应该都知道 直倒黄龙 到今天变成一个典故了 周富中原迎回二圣 二圣指的是谁 这就是宋徽宗跟宋清宗 这一对父子 在金刚之难的时候 两个人都被抓 我告诉你 金刚之难在中国历史上 是非常惨痛的一幕 各位知道吗 宋徽宗跟宋清宗 这对父子 还有皇族 加起来六七千人 各位 通通被抓 一网打尽 可以这样讲 首都被攻破 逃都来不及逃 几乎所有的皇族 全部被抓到这种地步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时宋朝可以说 已经不绝于旅了 可是最后宋朝竟然很奇迹般 在一片溃败之下 短短几年之内 反而反败为胜了 扭转的战局 就刚刚学弟讲 也不是完全就岳飞一个人的功劳 但岳飞却是这个时候 宋朝重新在南方 立文脚跟 可以说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代表性的将领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岳飞 我们今天对岳飞很多印象都是从明代的一个小说叫说月 就是小说的说说月 也有些出版商用所谓岳飞演绎 或者是等等这些明清的张会小说 这张会小说 刚写的就非常繁神 说他三岁上父 小时候遇到大洪水 他跟他妈妈在一个大水缸里面漂了多少天被救 然后是一个孤苦无依 这个含辛如苦的这样的一个场面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 还原历史的面貌 岳飞的高祖父叫月幻 就是幻然一新的幻 在北宋的时候其实是当官的 严格讲是出身官宦人家 其实岳飞的真正的祖籍是山东泰山 后来因为他的祖父 因为围观的关系 所以先搬到河北 后来又搬到河南 一般认为他祖籍是河南汤英 他的父亲叫做月和 和平的和 他们家家境其实严格讲起来 根据我们今天从各种资料来看 他的家境其实还不错 我们用大陆的名词来讲 算是富农阶级 所以他们家有田地有房产 岳飞小时候也受了很良好完整的教育 他的父亲应该是请了很多 我们今天来讲 就是私俗的俗师 来家里面教他读书 据说他幼年的时候 最喜欢读春秋左传跟孙子兵法 而且非常的聪颖 所以他的书法跟诗词文章都写得很好 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很有造语 后来他的父亲因为天下动荡 也送他去学武 拜在好几个很著名的 用今天的话说 就叫武术教练门下 学骑马射箭 所以他父亲对他可以说是细心栽培 据说他父亲也常常乐善好思 所以他们家在汤英地区还有慈善人家这样的一个印象 后来因为北宋连京治疗的这样一个战略破产 简单讲就惊人翻脸 我们知道京军的凶猛程度是比起已经腐败的契丹大辽的部队是厉害多了 所以很快就濒临沉下 达到了开封 历史上这个京人曾经三度进攻开封 开封我们知道当时是全世界最繁皇的城市 我们上次讲的赵匡已经讲过 清明上河图对不对 那是已经人口至少有100多万的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京兵有多少 我们以今天资料来看 他进攻变京大概就六七万人而已 没有多少部队 这到底讲开封不那么容易会被攻破的 可是宋徽宗跟宋清宗这一对父子 非常的愚昧无知 不但所用非人 宋清宗最后还用了一个道士来指挥守城 后来果然就把整个战局就这样崩坏了 一崩坏的结果就造成整个河南地区像雪崩般 所有的官民可以说大逃亡 岳飞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 大概一般认为他大概就是差不多18岁左右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他就正式参军了 他陆续在河南地区投过好几个人的门下 包括王燕等等几个将领的麾下 据说他18、9岁的时候就展现出非常高的指挥技巧 常常打胜仗 但是他这一生第一个遇到的贵人 大名鼎鼎的宗哲 简单说宗哲是跟李刚这两个人 是在这个宋徽宗末年 主战派的两个代表性人物 他们认为应该要统合全国的力量 就在开封这里守住守都 不过很可惜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受到 徽宗跟清宗的真正的信赖 不过宗哲提拔的一批人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岳飞 所以严格讲起来岳飞一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出身北宋的正规矩 有点像我们今天讲义勇军 后来被宗哲收入账下之后 而且还得到了重用 慢慢给他几个正式的官职 他才升格为正规矩 各位请注意这时候岳飞才20出头 还非常的年轻 用今天的标准来讲 大概就是一个大二大三左右的学生而已 可是已经展现出他的指挥才能了 后来在整个靖康之难中 唯一一个很侥幸逃出来的王子 真正属于宋徽宗的骨头 只有那么一个康王赵构 就是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了 赵构留下很多的画像 从年轻到老都有 赵构活了86岁 他是圣朝最长寿的皇帝 对在历史上很少有皇帝 活到像他那么长寿的 而且他在太宗皇的时间非常的久 快20年 宋高宗后来在河南应天即位 因为他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一个皇位继承人 因为太宗这一脉子剩下他的 就是我刚讲 在靖康之难的时候已经被一网打尽了 他也虽然是很侥幸逃出来了 就在应天即位 可是他即位之后 他并不太敢在河南这边久留 所以开始绝命大逃亡 从这个河南一天往东南逃 一路这样逃下去 最后他留了两个人在河南这里 负责收拾残兵继续抵抗 一开始的时候 统帅叫杜冲 后来有一个人比较重要一点 杜冲完全不会打仗 所以杜冲所在之处就不断的战败 最后杜冲还投降了 还有一个人比较重要 就是这个张俊 张俊就是一个标准的军人 就是所谓南宋中兴四将这些 张俊后来也是在杭州岳王庙 也是跪在岳飞庙前的一个人 但是我告诉各位 在历史上张俊也是继中泽之后 早期非常推荐 而且很提拔岳飞的一个统帅 时间到了南宋 宋高中从河南向东南方向逃 先逃到扬州 又逃到南京 南京当时叫建康 再从建康逃到杭州 再到杭州逃到明州 明州是今天的浙江的南部了 然后京军过了长江穷追猛打 一路猛追 宋高中就一路逃亡 甚至曾经有几个月怎么样 坐船逃到海上 在这中间还发生地上的渺流兵变 可以说南宋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状况非常不好 随时会结束 不过宋高中运气不错 一方面是因为京军是一支孤军 这段时间在攻下开封之后 南下追击宋高中 整个京军的统帅就是交由 这完颜阿古达的第四个孩子 大名鼎鼎的金雾竹 他的汉名叫完颜中碧 雾竹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统帅 他小时候就很受到他父亲 那个阿古达的喜爱 从起兵抗疗之后 这十几年 这雾竹就跟他父亲南征北逃 也打了非常多的胜仗 当时雾竹在整个女征阵营当中 他的声望甚至超过 后来他即位的哥哥 完颜无奇迈 就是金太宗 雾竹的部队一直追追追追到了浙江 可是我们要知道 女征是个标准的爆发部 他十几年前 不过就是在中国东北一个小部落 才过了十几年不到20年 已经变成统治半个中国 一个庞大的一个帝国 他面对这么多的领土 这么多的人民 他需要时间消化 所以他打到浙江 他就追不下去了 因为补给不济 而且孤金深入 所以他没有抓到宋高中 他是向后撤退了 向后撤退的结果 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黄天荡这个地方 当时这岳飞跟另外一位 抗金的这个名将 韩世忠 就在黄天荡这个地方 截击金军 从路上跟水上 两路包围 这一仗让金人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虽然后来雾竹还是突围北去 但是这一仗让雾竹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雾竹差一点点在这里 被韩岳二人联手活捉 这个是自从阿古打起兵以来 女真人到这时候为止没有打过败仗 终于在黄天荡这边吃了一场 也不能讲大败了 但是的确让雾竹非常的狼狈 从此之后历史开始改写 本来碰到女真就是一片溃败的 这个南宋的宋军 从黄天荡之后就开始逐渐反败为胜 开始在重要的战役当中 不断的获得了重要的胜利 那岳飞在黄天荡战役之后 主要他的活动范围 就到了今天的两湖一带 曾经待遇过两湖遭逃死等等 他做什么事情呢 因为当时整个中央政府瓦解 全国各地的情势也不稳定 其实不只是两湖一带了 当时在四川福建 甚至于浙江 甚至于江苏太湖流域 都是盗贼蜂勇而起 地方秩序瓦解 京军这一次被击败北返之后 就给了南宋一些喘息的时间 所以当时这个韩世忠岳飞 尤其是岳飞 他们就开始着手 平定于各地的盗贼 岳飞当时很重要的 就是主要负责湖南湖北地区 另外京军北上之后 他就在北方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 找了一个汉人叫刘裕 建立了所谓的地上叫齐 各位在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这黄河以南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 叫齐主要是帮助女真人收拾 黄河以南跟山东这一带 广大的统治区 先帮他建立足够的一个这种能量 才让他在这边的统治 才能够比较能够稳定 岳飞在两湖这一带的作战 大概花了三年多快四年的时间 这个时间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短 过程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最后终于把两湖这一带 几个主要的这个几股主要的盗匪 包括朝城 洋妖等人都给击败了 另外这韩世忠也平定了福建这里的叛乱 所以整个南宋的状况 就在这三四年的时间 北方的金人要消化他的领土 然后南方的宋高中政权要稳定 他在南方的统治 就这样子 这个南北对峙的这样一个局势 就比较能够稳定下来 韩世忠跟另外几个重要的将领 包括什么刘骑 刘光氏等人 他们都是出身北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队 叫西军 西方的西 什么叫西军呢 就是长期驻守在陕西这一带 跟西夏人作战 这个韩世忠就是陕西人 自古以来陕北出名将 韩世忠就是很具代表性的一个 那韩世忠比岳飞大13岁 他崛起的时间比岳飞早 他在南宋军界算是一个老前辈 但是他也是一样因缘际会 他参加了在河南应天 拥立宋高宗的行动 所以他是最早拥立宋高宗的南宋将 后来一路护卫宋高宗 宋上南逃 他一直跟在身边 另外就是他还平定了历史上的苗流之乱 有些南宋的军人试图推翻宋高宗 他平定了苗流之乱 所以他很得到宋高宗的信任 在南宋当时的军界里面 韩世忠算是老前辈 这个岳飞小他13岁 岳飞算是他的小老弟后起之辈 我们刚刚讲平定这些动乱之后 他们都被封为节度史 据说一时之间还让韩世忠有点不高兴 韩世忠认为说 你这小子不过就是侥幸 对不对 打了几场胜仗 老子拼了一辈子 年轻的时候跟西夏打仗 老的时候跟女真打仗 对不对 结果你现在竟然跟我比肩而行 官阶一样 用今天来讲都是战区司令等级的 这还让韩世忠一度不太高兴 不过这件事情很少有人注意到 这展现出岳飞 他其实他并不是完全不懂得 官场的潜规则 他平定了洞庭湖的狐贼之后 据说缴获了十艘快船 就是很精良的这个船只 据说岳飞就把这十艘快船 全部送给韩世忠 还写了一封信给韩世忠 韩世忠说你是老前辈 我是这个晚辈 小小的薄礼就送给你 请你收下 那以后有什么事情 这个也麻烦了前辈多照顾 多提醒 这件事情让韩世忠 这个笑开怀了 认为说这老弟不错 得了好东西之后还会想到我 他们两个以后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可以说莫逆之交 后来就在狂天堂里合作过一次 打过一场胜仗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变成 很好的朋友 岳飞后来平定了 两湖地区的动乱之后 他开始展开了 他的北伐准备工作 我们先讲一下 岳飞他的部队 这时候车到南方来 他部队主要是在两湖一带招募 当然他的部将有很多 包括比较重要 像王贵 张宪 杨再兴等等 因为他的长子 岳宇 都是比较重要的部将 后来他在平定的两湖地区 到这之后就开始发动 他的北伐 主要就是收复今天的俄北一带 襄阳号称所谓的襄阳六郡 在这个时候是属于 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那个伪齐政权所控制的 岳飞第一对手就是伪齐政权 经过几年的战斗 他收复了襄阳 各位这个在战略上非常重要 因为岳飞收复了襄阳 就等于稳定的长江中游的局势 后来他的部队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湖北的北部这一带 屯肯 成为岳飞北伐的基地 这时候南宋的几个名将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几个 像韩世忠 韩世忠驻守在江苏的 当时叫楚州 楚国的楚 就今天的淮安 另外一位名将刘琦 金智皇的刘琦 驻守在安徽的北部 另外还有在川北的吴界 这几个人都打胜仗 另外其他的 像所谓的中兴市名将 这所谓中兴市名将指的是说 他们护卫宋高宗 让朝廷在南方重新建立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 像刘光世 张骏等人 也都早期也都有一些战功 所以在这些人的奋战之下 整个南宋的北方 就基本上就稳定了 包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从西向东看 像川北 像俄北 到这个晚北 就是今天安徽的北部 晚北的这个刘琦 苏北的韩世忠 他们这四个人 等于是从西到东 像长城一样 护卫着这个南宋的北郊 所以这种南宋的状况 就差不多就稳定了 好讲到这边 我们就要注意一件事 其实这个时候 两宋三百年 有两个很重要的主训 一个就是强干弱智 一个是文人政治 文人政治 我们刚刚讲 他优理大臣 不杀大臣 及严士官 据说是赵匡应 很重要的一个家训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赵匡应还有很多其他的家训 另外还有一个家训 叫做不像男人 就是宰相的像 这过去我们在 司徒司明也稍微讲过 宋朝建立的时候 赵匡应 实守信 高怀德这些人 他们都是标准的北方军人 他们建立了北宋王朝 当然赵匡应的政治才能 是比起过去北方那些政权 其他几个政权的开国者来讲 是相对来言之高得多 所以他就对这个宋朝的政治 有他自己的一番安排 不过 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了 南方这时候 吴越南唐这些都还是独立的国家 他们跟北宋 这时候还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 所以贯穿整个北宋的历史 一百七十多年 很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南北之争 这个过去已经有许多学者 在做讨论 包括钱穆先生 在他的国史大纲中 都有做讨论 南北之争 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赵匡应优理文人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或管道 就是科举考试 宋朝的文人待遇好 那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也多 在朝廷里面很快就有地位 要考试的话 就一定要家里要环境好 书要多 老师要好 从小要栽培 各位北方人怎么考都考不过 今天中国大陆 所有的学霸出产地 还是在江苏跟浙江 没有人考得过他们 这边做个补充 就是当时宋朝这种失衡的状况 到明朝的时候就发明了配额制度 就很有名的南北眷 甚至一度朱元璋觉得说 怎么可能限制了还是可以这样考 他还加了一个中眷 因为他是奉小人 所以他当时还想说加一个中眷 后来还是废左 不过就是这个配额制还是搞不过 到清代之后各省也是配额制的 有人做了统计 明清两代的近视 目前还可考有300多个人 就是他的生平籍贯家庭可考 大概百分之六十几都是江浙人 就是太湖流域这一代 百分之六十几各位 就可以知道那个比例有多高了 其次就是什么江西福建这些地方 那一般北方根本就考不过他们 所以很快以这个科举考试一年一年下去 所以很快在开封朝廷里面 南方人的人数就越来越多 地位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 所以他这个不像男人的祖勋 到了宋真宗时代就打破了 第一个南方宰相叫王清若 这个就是在这个小说里面陷害杨家将的那个奸相 王清若 其实没有了 其实这个都是小说写的 男人就是奸命 对没错 男人就变坏人 王清若有一句话 他说因为太祖祖勋 让我晚相三十 让我晚当宰相三十年 都是因为朝廷这个老规矩 但是王清若之后 南方宰相就越来越多 最有名的就是王安石了 其实各位王安石麾下的所谓的违亲党人 主张变法的这个党人 这个王安石变法那种 请看我们师祖师民吧 我们过去有过很详细的介绍 当时在这个朝廷中拥护王安石搞这个变法 比如说像李慧青 比如说像张敦 这都是福建人广东人 王安石本身是江西人 江西文峰很深 当时出很多的近视 当然也不是说南方人就都支持王安石 也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王安石的这一个党羽里面 以南方人为主力 其实很好笑的是 旧党人里面也一大堆南方人 比如说还有一个山叔父子 他们是四川人南方人 还有欧阳修 欧阳修也是南方人 对 只有司马光是北方人 其实到了后期 因为物质条件跟上来 整个开发起来 所以改变了这个格局 不过学长 我们刚才其实谈了蛮长的一段 就是岳飞崛起的故事 那我们其实也充分感受到 岳飞他这个个人的一个能力 真的非常的出众 特殊的人格 能力又出众 但是有的时候实不我语 政治不是这样玩的 刚才讲到这个刘琪 刘裕七八年的时间 结果最后实在 呂真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你真的是太贵了 他一直打败仗 一直打败仗 而且刘琪里面有一大堆 通宋宅 一大堆跟宋朝勾结的人 岳飞还在刘琪里面 布建他的间谍网 所以刘琪每支部队调动他都知道 所以这个仗没办法打 岳飞怎么打都赢 所以后来 呂真的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干脆直接把伟琪给废掉了 那这边稍微补充一下 这个刘琪又叫伟琪 但是史上人都会写伟琪 因为他是一个傀儡政权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是个伟 因为是附庸的嘛 但是又有些会以刘裕这个人 作为他的姓氏 另外补充一下刘裕这个人 他其实本来也是一个宋朝的将领 但是他投降的很早 这个人属于比较投机派 当时女资人才刚刚开始 就是大金才开始在打北宋的时候 他就很早就把他的长官给杀掉 然后就去投奔大金 那他也是有点野心 所以当时女资人想要在 淮河跟黄河之间这块地 也就是这个伟琪 这个标示灰色这块地 选人立地的时候 他就积极争取 最终他就立位皇帝 其实这一段也是中国历史上 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 前面还有一个张楚 也是双朝的宰相 张帮昌 但是他做了 被强迫的 做了40几天灰溜溜的 就赶快包花宽宽 就赶快跑到南方去找宋高中了 后来又重新再重建 才是建这个伟琪 但你也可以知道 这样的一个部队的战争的 这种所谓的向心力 本身也很差 所以有些人会把他跟谁比照呢 比照后来汪精卫的中华民国政权 汪卫政权 不过岳飞很快就把伟琪给整垮了 所以女生人又亲自来接管了 那女生人亲自接管的话呢 我们刚才讲到的 金物树就是完颜中碧 他又继续的跟岳飞来对战 这里面有几个岳飞很精彩的战役 学长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岳飞他连连获胜 尤其在收复这个襄阳六郡之后 他的声望慢慢就起来了 这个荆草曾经一度跟南宋 曾经有过一次议和 方方划定这个河南地区 他后来取消了这个伟琪政权之后 等于直接跟南宋接壤 而且当时实际掌握兵权是金物树 金物树是标准的主战派 他认为南宋应该趁这个时候 金人的兵力还占上空的时候 根据南宋决定性的打击 其实我们从战略来看 金物树的想法也没有错 如果你不趁这个时候 那经朝想要统一全中国这样一个愿望 就无法达成了 不过这个时候南宋已经不一样了 不是到处崩溃逃亡了 这个北方的防线 我们刚刚讲过 他已经建立起来了 尤其是距于整个北方防线的正中央 就湖北这里 湖北就古代的荆州 距于湖北这里 岳飞坐镇在向阳六军这边 所以当这个金物树被约 重新向南宋发动攻击的时候 岳飞当然就求之不得 就开始展开了历史上 岳飞的北伐 其实当时是南宋各个将领 都上书北伐 包括韩世忠 吴介 刘奇 这些都上书北伐 但是真正有行动的只有岳飞 岳飞在当时整个南宋的将领群体当中 最特殊的一点是 请记住他始终坚持 朝廷必须迁回北方 他认为开封朝廷才是朝廷正统之所在 这是他跟宋高中最大的一个矛盾 他一直坚信这一点 收复两金灵火二胜 是必须要达成的这个使命 岳飞以襄阳为出发点 开始向北方进攻 可以说跟金军的主力开始进行正面对决 往后的两年多快三年 就在河南这边展开一连串的主力决战 我们知道当时金军有两支非常有名的部队 一支叫铁浮屠 一支叫拐之马 什么是铁浮屠拐之马 其实我们用今天话讲就是 人马皆批重甲的骑兵部队 有一个游戏的兵种 你该大家很知道 就是四季帝国二里面的游侠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就是类似那样子的 这个拐之马是三匹马为一个单位 这个马的后面还装一条横路 只能向前冲不能往后退 所以在华北大平原上面 可以发挥出泰山压顶的威力 不过当时南宋的部队已经不再畏惧 心理上的恐惧已经克服掉了 有击破 有打败北方的重甲骑兵的一些战术 再加上岳飞在襄阳这边囤住这几年 可以说兵强马壮 这个我们必须要公平一点讲 各位南宋的这几个将领 这个时候能够频频打胜仗 这个时候南方的官僚士绅阶层 包括勤快为首的南方的官僚士绅阶层 还是给予相当程度的财政 以及兵员上的支持 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为了保住 他们在南方的利益 必须依靠这些北方军人打仗 但起码到这个时候为止 当时从北宋我们刚刚讲延续下来 南北的矛盾到这个时候为止 双方都还能够合中共济 共同面对敌人 岳飞在北伐就展开了 相继在几个地方打了跟金物族的主力对决 这时候岳家军有多少 根据考证大概最少有10万 其中骑兵有4万 各位这兵力非常庞大了 而且非常强大 而且请记住岳飞的部队始终灌了一个名称 叫岳家军 这支部队是我在襄阳的部队 完全违反了宋朝的祖训 对不对 强干弱支 兵将不相习 对没错 岳飞将北上第一仗陆续在衍城 在隐昌这两个地方 两度击溃金物族的主力 而且打了大胜仗 岳飞当时除了岳家军 骑兵非常凶猛之外 岳飞当时号称用长柄绑长刀 钻砍马脚 就是钻砍拐子马部队 重骑兵的部队 只要一匹马被砍倒了 另外两匹马也就没法动了 就用这个方法 竟然就让金朝的部队 尤其是在衍城这场战役 死伤惨重 这个历史上记载 施机如山 这个金军的十万主力 竟然就在衍城跟隐昌这两仗当中 几乎全部被歼灭 这个金物族大哭 金物族说 我跟着父亲起兵 这十几二十年 完全靠这种重甲起兵获得胜利 今日竟然全军覆没 从此之后金兵就传出了一个说法 就是汉三义汉岳家军南 岳家军就成为当时这个声名赫赫 南宋的王牌部队 就继续向北挺进 在这个衍城跟隐川 击溃了这个金物族之后 金物族又重整旗鼓 集结河北各地的部队 又在朱仙镇这个地方 又跟岳飞又打了一仗 衍城隐藏就是朱仙镇 朱仙镇这里 金物族的部队再次被岳飞击 朱仙镇的胜利等于是注定了一件事 就是金军在黄河以南的阻地 已经被完全击溃了 朱仙镇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啊 我们刚刚讲什么 岳城隐昌这些地名今天都还在 朱仙镇距离河南开封只有45里 开封就在这个方框的右上角 这个就是开封 就今天的河南开封就是在开封 有内地的朋友应该就很清楚 台湾朋友如果有去过的话也知道 这边是一片平原无险可守 学伟长刚刚提到的 岩城在这里 然后隐昌在这里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岳家军这一路 他就是一路并进嘛 一边从香港府上来 一边从越州发兵 然后河滨接连打散仗 然后打到朱仙镇 也就是打到崔黄河的外围 而且岳飞当时已经派人到 黄河以北去联络各地的异军 就是当时花花河北山东这一带 就开始有人起来响应了 开始反抗金人的统治 所以金物族这个可以说是 失败的非常的惨重 当然退回开封 甚至金物族已经准备 要放弃开封了各位 简单说 如果这个战局再往下发展 有人就讲说 如果岳飞继续打下去 战况会怎么样 岳飞说要一路打到今天的 这个东北的吉林黄龙府 知道黄龙当时不太可能了 这是他发出的豪情壮语 不过我可以告诉各位 如果这个战役岳飞不在 这之后被宋高中12道金牌召回的话 他收复河南是没有问题 收复开封没有问题 能不能赢回二胜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二胜变成一个政治筹码 如果他收复了开封的话 应该就会过河继续北 我想这恢复北宋的旧疆域是有可能 但能不能恢复燕云16周就难说 但恢复北宋旧疆域的机会是很大 你当时岳飞的强袭猛进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各位 这完全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完全触犯了宋朝的开国的主训 好我们就要讲到就是说 那为什么宋高中最后要杀掉岳飞 我可以告诉各位 两宋差不多330年底 只杀掉一个重要的大臣 请注意祸国殃民的两宋的奸臣 像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像这个蔡金 有个脉络各位要注意 王恩时提拔吕惠钦 吕惠钦提拔蔡金 蔡金提拔勤快 如果你知道这个脉络 你就晓得 他们是南方地主官僚士绅 完全是同一个脉络的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 他们长期以来在开封朝廷 我们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看 就他们长期以来在开封朝廷 是吃鳖的 是受气的 被司马光为首的这些北方人 再加上宋朝的祖训 南方始终觉得自己被打压 他们负担国家大部分的税收 养国家的兵 养国家的王室 跟众多的官僚 可是他们认为说 南方人没有办法在北方 有比较明确的一个政治优势 起码他们是这样认为 现在朝廷好不容易牵到南方 而且是他们拥护之下 在杭州建立的朝廷 以后就是由他们来当家 各位这我们前面在司徒师明也讲过 南宋政治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四个字叫做权向政治 南宋的军权很弱 项权很强 其实这个权向政治所代表的 就是当时南方整个官僚四身的 一个群体 他们拥护的一个孤鸟 有一只孤鸟 就是宋高宗 各位不知道你们去过 故宫博物院看过宋高宗的书吧 我可以告诉各位 宋高宗书吧 在两宋三百多年 被认为仅次于他的父亲宋回总 宋高宗的字写得非常好 宋高宗的政治才干跟政治sense 也超过他的哥哥跟他的爸爸 他哥哥他爸爸是标准的公子哥 吃喝玩乐 写写字画画画 当宋高宗流离颠沛 你可以说他磨练出来了 对宋高宗来讲 如果当时经朝已经放话了 告诉这个宋高宗 让我把你父亲跟你哥哥放回来好了 如果放回来的话 他要怎么办 据说这民间传说 说有人问岳飞 说如果你赢回二胜 那至当今圣上于何地 就是那宋高宗怎么办 各位知道 据说岳飞的答案是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等到北伐成功收复中原 我就将卸甲归田 至于皇位的问题 那交给赵家子孙自己去解决 各位你要宋高宗怎么解决 把他爸关起来 把他哥杀掉吗 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讲到这边 各位可以知道 你看到这时候 已经到了一个利益的临界点 南方的地主相声集团 就是以秦快为首 另外就是宋高宗的皇位 另外就是金人 金人在阿古打死了之后 内部也饶攘不安 他几个完颜家的子孙 也开始暗中较劲 再加上早期建国那批老将 老得老死的死 已经早已没有当年的锐气 所以金国打到这个时候 连连吃败仗 他也不太想打 所以简单说 宋高宗不想打了 南方这一群官僚士生 也不想打了 金人不想打 宋高宗不想打 官僚士生不想打 那怎么办 那就是议和 所以当时宋高宗 一开始下的命令很清楚 就是要守住 把金人击退 然后守住南宋的疆域就可以 可是岳飞的部队 却强袭猛进 岳飞以降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为理由 强袭猛进 这个时候这个秦快 始终跟女真就有所联络 最后在宋高宗 十二刀金牌 强制下令之下 就将岳飞召回 也让岳飞的北伐 就功亏一篑 各位岳飞 他被这个接受审讯 其实也是一个 很长的一个过程 有差不多快一年 简单说岳飞就变成 我们刚刚讲 多方势力 不同立场 与不同利益之下 的一个障碍 他变成障碍了 他必须要除掉 因为他坚持北伐 其他的南宋重要的将 像韩世忠 像吴介这些人 他们都一定程度上 也都愿意 接受南宋朝廷的安排 简单说就是 他们也意识到 整个政治问题 已经不是用军事 可以解决了 所以他们 大部分都接受安排 卸下了兵权 这唯独岳飞 他手上兵强马撞 十万岳家军 在宋高宗看来 也是跋扈难治 桀骜不逊 所以他又变成 和谈的障碍 这加上我们刚刚讲 长期来南北之争 南方的这些地主 相生的这些集团 要掌握浙江这个朝廷 这个宋高宗的母亲 韦太后 韦太后就是浙江人 所以对宋高宗来讲 浙江就是他外婆家 就是他姥姥家 所以回姥姥家 是什么不好呢 是不是 所以对他来说 他也不想打了 他认为这时候 北方的军事威胁 已经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所以岳飞的利用价值 也到此为止了 所以这很悲哀 一代名将就这样 在各方的政治盘算 跟妥协之下 再加上宋朝的祖训 对军人的不信任 这样的一个祖训 终于让他 陷入最后悲剧 据说他被审讯的时候 非常感人 他把他的上衣脱下 的背后 由他的妈妈所赤字 所谓的金钟报国 四个字 据说当时 负责审讯他的 大理事士卿 刑部上书 都不忍心再审下去 都告诉秦快 告诉宋高宗 他是无罪的 岳飞绝对没有要模反 没办法 我刚刚讲 这已经是政治问题了 韩世忠跑去质问秦快 得到一个千古最有名的答案 叫做莫须有 莫须有就是不见得没有 或者说不需要有 岳飞的死法 有很多不同说法 有人说他是被赤字禁 有人讲说他遭到击杀 所谓击杀 就打断他的肋骨 那就是酷刑而死 有人讲说 他是被赤字禁 有不同的说法 总之这一代名将就这样死掉了 而且岳飞的部将有许多 当时都已经被秦快收买了 这也是蛮可悲的 像王贵等人都在岳飞的 陈塘证供上面签字 他们等于是像证人一样 说岳飞的确要拥兵谋反 试图在前线称王等等 各位在画面上看到 就是今天那个杭州岳王庙 对不对 青山有幸埋中古 白铁无辜助命人 就这几个人就跪在那边 这个补充一下 各地的岳王庙前 基本配置是可能是勤快夫妻 但如果完整配置 就是这五个桂像要放在一起 稍微补诊一下 就第一个是张俊 张俊刚才讲忠心侍将之一 可是他一直都是宋高宗的亲信 他跟宋高宗关系非常密切 而且后来卸下兵权之后 就变成了组合派 所以张俊是宋岳飞上刑场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五人集团一般来讲 是支持北伐的 可是这里面张俊站在组合这一边 所以韩世忠等人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第二个是左二 这个比较有趣 这个字非常难念 叫做莫其谢 这个是先卑姓氏 当时还有莫其谢 莫其谢姓莫其名谢 三个字都很难念 他是勤快的头目 后来官至宰相 这两个人基本就是互相勾结 然后做到最大的 宋朝的宰相通常有时候可以有复数 后来跟勤快争权 最后被勤快给打下去了 中间是勤快 右二是勤快的姓氏叫王氏 右一叫王骏 刚才宣友提到 他是岳飞手下的偏将 他本来不是岳家军的 但是后来因为岳家军不断扩大 所以就各地收编 他被收编进来 所以他的忠诚度本来就比较差 后来需要有人诬告岳飞 可是岳飞手下的将领 基本都没人去出卖他 比如说他儿子岳云 他的长子就别说了 很可怜的 才19岁死的时候 而且这边要澄清一个千古遗案 就是岳云在宋史里面写错了 说他是岳飞的养子 这个跟官萍一样 官萍也是官宇的亲子 但是这个已经变成说后来 因为他当然有一些原因受到影响 根据史料考证 岳云官萍这些都是长子 只是后来变小说 就是说一定会养个养子 但是都是亲女子 有戏剧效果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将领 也是岳飞的左右手叫张宪 张宪当时被刑求 刑求到全身是血 然后非常的惨 但是他完全一个字不肯诬陷岳飞 后来岳云跟张宪就率先被杀死了 这个岳飞死前一个月 他们俩就被处决了 对先被处决 其实某种程度也是 勤快等人要打击岳飞的一个心智 岳飞的故事就随着他死亡 最后宋高招就完成了议和 那就到这里了 但是我有一个事情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念快呢 这个原文应该是念快 因为这个一个幕一个会 只有念秦会的时候讲会 但是后来变 主要是因为后人认为说秦快 用快这个字称呼他对他太好了 用会 贵落的会 就是说意思他接受了经朝的贵落 但其实他应该没有接受经朝的贵落了 但是就是有点贬低他的意思 所以后世有时候就又贯称叫会 但这个音只有我们后来讲的就转音了 但是我们今天用快是因为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 我们有原因去呈现 决定讲的很对 我也跟各位讲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指出秦快 受过新朝的贵落 都是传说没有明确的证据 我宁愿是相信就是从政治结构来看 他是要维护这个南方集团的利益 就是把朝廷永远留在杭州 往后150几年的政治就是这样发展 就是南方这一群官僚私生 始终掌握的杭州朝廷 南宋朝廷的结构让我想到东晋朝廷 蛮像 差不多 这个司马家也没有实权 就由这些侨骏士族跟吴骏士族所共同用力 共同执政没错 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皇权的状况 所以也所谓的南宋四大权项 就是秦快死民院寒托咒假四道 其实南宋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但碍于后来元朝在史料收集方面 比较差一点 所以南宋很多故事其实是不够完整 但是因为宋人的笔记小说非常的丰富 所以也还是留下了很多的资料 只是整理上面比较难 而且因为南宋是个憋屈的朝代 所以向来研究北宋的多南宋的少 以前我们宋师老师就讲过 但是岳飞身后还是留了一却词给大家 我们最后就以这一却词帮大家做收音 很让人感动 怒法冲冠平栏处 萧萧雨蝎 台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三次公民陈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仙 白乐少年头 空碑怯 靖钢尺 游未雪 陈子恨 何时面 驾长车 踏破 克兰山缺 壮志鸡饮 葫芦肉 孝坛 可饮 凶如雪 带虫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雀 再以此词也敬献给忠诚 却最后被巫杀的岳飞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岳飞的生平 也跟大家回顾 在大任司任系列里面 我们之后也会介绍更多这一种 以几只英雄气概改变时代 岳飞冲击了这个时代 也改变了这个时代的格局 让南宋成功的存活下来 但最终壮志未愁生鲜死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就要互来座谈 历史讲堂 我们的大任司任系列 就谈到这里 我们的岳飞拳击 我们今天谢谢学长 谢谢学弟 还有谢谢各位的收看 最后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也欢迎大家超级留言 超级感谢 还有也可以通过线下的赞助 绿界PayVal支付宝 让我们每一期都可以出更好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by bwd6